本单元的概要 一共有四点 第一个是近五年 单元的试题分析 第二是单元的学习重点 第三是试题练习 以及最后的考前叮铃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单元近五年 本单元学测试题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本单元里头 101年到105年 都没有此单元的相关命题 反而是出现在指考 98年指考还考了一题 与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相关的简单题 本单元两大帝国的 相关历史知识 对同学来说都相当的陌生 建议同学可以从帝国的 政治发展 社会 文化特色 三方面来交易了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提示 一共有两点 第一点是厄图曼帝国与蒙古尔帝国 分别是指何时何地的大帝国 而两个帝国有什么政治发展 又有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文化特色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厄图曼以及蒙古尔帝国的时空分布 厄图曼帝国兴盛于15到20世纪的西亚 以及东欧地区的一支伊斯兰化的土耳其民族 在中国过去称他为突厥人 至于蒙古尔帝国 是新生在16到19世纪中叶南亚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印度伊斯兰化的蒙古后裔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时空分布 从时间来看 当时候欧洲从15世纪进行海外探险的时候 在亚洲地区中亚的地方 就逐渐出现了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厄图曼人在1453年灭掉东罗马以后 在16世纪时建立了跨越欧亚非的大帝国 也就是说在欧洲正在进行海外探险的时候 中亚地区就出现了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而17世纪欧洲进入了科学革命 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 蒙古尔帝国也在17世纪的时候开始兴起 它的政权被英国把持 一直到1876年英国殖民印度 接下来是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这张表里头我们再整理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当欧洲在15世纪海外探险的时候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兴起 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 蒙古尔帝国也兴起 随后不久就被英国把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蒙古尔帝国 这张图呈现了蒙古尔帝国 从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的发展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张图 这张图可以显示 蒙古尔帝国本来在中亚居住 大概在1526年的时候 进入到了当时候的一都半岛 然后逐步的统一 大概在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 建立了当时候印度的大帝国 占领了印度绝大多数的地方 同时在1700年 英国人也在当时候的东岸 建立了贸易据点 而另外在西岸里头 也有另外一批人 建立一个叫马拉塔的王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1701年到1770年的时候 内战造成了蒙古尔分裂 中部的马拉塔王国逐渐的兴起 造成了印度半岛的分裂 而同时也给了英国 控制印度半岛的空间 1803年英国就控制了蒙古尔帝国 接下来进行了印度的殖民 蒙古尔帝国也就灭亡了 蒙古尔帝国的地区 大概是今天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以及印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两个帝国里头的政治 社会以及文化发展 首先我们先看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发展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最早起源在重要草原 八世纪的时候 移往中东 接受伊斯兰信仰 成为阿拔斯的主力 接下来11世纪的时候 掌握阿拔斯的实权 担任苏丹 建立了塞尔柱土耳其帝国 成为了拜占庭帝国 最大的外患 同时也引发了所谓的十字军东征 1258年 蒙古人 也就是当时候的伊尔汉国 攻陷巴格达 塞尔柱土耳其的势力 也随之瓦解 14世纪的时候 当时候的土耳其人 趁着蒙古人势力衰微 在奥斯曼领导下 建立了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1453年 攻灭了当时候的拜占庭 同时迁都 改名叫做伊斯坦堡 16世纪的中叶 它的势力达到顶峰 控制当时候的亚洲 巴根半岛 埃及 以及非洲等地 19世纪后 不敌欧洲国家的近代化 而趋于没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瓜分 接下来有所谓凯默尔的 现代化运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厄独曼土耳其帝国的 经济以及文化发展 首先在经济制度上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非常重视工商 采取民族宽容 鼓励农业发展 帝国首都结合了政治 经济以及军事的功用 另外它也具有地理上的优势 可以垄断东西交通 掌握东方的香料 物资进入欧洲的管道 也因此而造成了 欧洲人必须要进行海外探险 往另外一个方向寻找东方的香料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社会文化 因为它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 帝国内有不同的种族 可以按照本族的信仰 还有法律系统自行的运作 不过它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不断 曾经招募基督教的儿童为新军 作为最大的抵抗 在艺术成就上又以苏里曼清真寺 以及吟唱的史诗为代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蒙武尔帝国的政治社会 以及它的文化发展 首先是蒙武尔帝国的政治发展 蒙武尔帝国的前身 是所谓的铁木尔汉国 在14世纪的中叶时 铁木尔统一了中亚 建立铁木尔汉国 灭亡了西查河台汉国和伊尔汉国 进攻清查汉国 并进入印度重创德里苏丹国 但是血腥手段不久就灭亡了 16世纪初铁木尔的后裔 叫巴布尔的一个人 以今天的阿富汗为根据地 南下印度 攻灭了德里苏丹国 建立了蒙武尔帝国 这也就是蒙武尔帝国的前身 16世纪的后期 蒙武尔进入了全盛时期 17世纪以后 英国东伊度公司在沿岸建立了贸易势力 逐渐掌握帝国的政权 蒙武尔帝国也形同傀儡 1857年 印度人奉蒙武尔末代皇帝 巴尔哈杜尔二世为领袖 引发当时候的民族暴动 不过并没有成功 皇帝被废 不久 1876年 英国就正式殖民了印度 蒙武尔帝国也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经济以及文化发展 蒙武尔帝国的经济 是以农业以及贸易为主 至于社会文化 因为它是突厥化 伊斯兰化的蒙古人 跟早期的蒙古人不同 生活方式也从游牧 转为农业的定居 信奉伊斯兰教 说波斯语 整个社会采取怀柔政策 采取宗教宽容 促进族群和谐 在艺术成就上 撒甲汉皇帝在位的时候 文化武功达到全盛时期 他为他钟爱的妻子 修建的太极玛哈林 是在今天首都德里 修建红宝 都是今天著名的建筑代表 另外 蒙武尔帝国也有所谓的细密化 以及特殊的绘画风格 接下来是本单元的试题练习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98年的指考 题目如下 一份伊斯兰的史料 谈到一种军事制度 下令各乡 征集大约1000名异教徒孩子 以储备军团的方式 交以纪律训练成人 他们一直为奉献一神者效力 忠诚地执行其职责与服务 又说 这些勇士在战场上 战绩如此纯熟 古圣先王得其协助 声望日荣 他们也因劳苦功高 晋升到卓越的等级 请问 一 这是哪一个帝国的军事制度 二 文中异教徒所指是哪一个宗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这一题的答案是 第一题是土耳其 二图曼帝国 或者是二图曼土耳其帝国 皆可答对 第二题是基督教 天主教 也或者是罗马公教 希腊东正教 也都可以算答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根据提议 为训练一批异教徒 而同成为军人 用以对抗异教徒 此外 此异教徒为 侍奉一神者效力 记录的时间 至少是伊斯兰新圣以后 故可以判断为基督教 而不是犹太教 另外 从伊斯兰的史料可以判断 此帝国 与伊斯兰信仰有关 所以记录者加以记载 14世纪以来 二图曼帝国 透过新军制度 训练基督教的小孩 或青年为军力 攻击拜占庭帝国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二图曼土耳其帝国 最后是考前的小丁玲 有几点想要提醒同学 第一个 相对其他单元 15世纪以来 中亚 南亚 伊斯兰势力的扩张 是比较冷僻的单元 同学在复习的时候 可以把握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 这两个帝国的 时空分布情形 特别是帝国起源 以及建立的过程 第二个是帝国的经济 与文化的表现为何 这两点把握住 这个单元的复习 也就可以完成 请大家继续加油哦